Hello 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将会是非常非常适用的一期 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如何从那些室内设计大师 或者是那些知名的家居博主的作品中 找到并吸取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能够适用并且学习到的 几个室内装饰的小窍门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这几个小的窍门呢 都不是一些学术的东西 是我自己个人 从这些大神们或家居博主们的空间里头 总结出来的一些 对于我们普通人可以受用的一些小技巧 小心思 如果你非常喜欢室内设计 那我相信今天的内容 对你一定会有所帮助 第一年 室内设计大师们 都没有一个风格的局限 这里指的呢 就是他没有一个唯一的特定的风格 在去限定自己的室内设计 这话也不能说的太死 毕竟市场也没有绝对满得到 我也不能说你一定找不到 有这种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 就最直接的来讲 在小红书上 我自己是做家居类的主题的嘛 所以我在小红书上呢 经常会刷到小红书平台 给我推的那些非常受欢迎的铺文 那我自己总结下来就是 90%以上他们都没有一个风格的限定 就是说他可能是偏中古方向的 但是呢 他也会结合一些现代风的元素在里头 又或者反过来说 他总的家居呢 是一个偏现代风的风格 但他有一两个中古的家居 会在里面装饰 或者也会穿插一些什么 Mohemian就是那种波西米亚风 或者是比较非洲风格的一些装饰啊 之类的 这些东西中 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可以受益的点呢 就是说在装饰你的家居的时候 没有必要去非常严格 把自己框死在一个风格里面 可以尝试一下 把你喜欢的元素 通过我之前视频跟大家讲的 如何统一风格的几个要点 经过筛选之后 把它们一起放在一个空间内 它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么做的好处呢 就是把你的室内设计 跟你的个人风格 或者是个人的性格 或者是说对审美的理解 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因为毕竟审美这个东西 是非常个人的嘛 我觉得好室内设计 它一定要能够足够的体现 你这个房屋的主人 他自己的一个个性 之前也有小伙伴们 会后台私信跟我聊 就说如何去掌控这些风格 就觉得说好像非常的难 不知道从何入手 又非常害怕自己会不会装错 我相信每个人对室内设计 或者说对审美这个东西吧 它都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没有人一上来就是完美的 我觉得后悔 或者做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只不过你要在 你尽可能的认知底下 把你能够犯错的机会 拿捡到最小 但也不是说不允许自己犯错嘛 对吧 你勇于试错才会知道说 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而且在慢慢的积累过程当中 你也会发现你自己对空间有更好的认识 或者说对自己的选择 也会更加自信 第二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室内设计大神门门的房子里 都少不了书这个东西 没错 我经常会看到这些图 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墙的书 如果你看到满满当当的一面墙的书 跟你扑面而来 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气质提升了不少 书对于我来讲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 它是一个带有生活痕迹的 属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让你觉得这个空间瞬间充满了生气 而并非是一个家具的展厅 或者是一个showroom之类的样板房这种的 它整个房间的气息整个磁场就会有所改变 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室内装饰时候 可以运用到的一个点 就是不要忘了 用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装饰的东西 当你发现你家有一面白墙很无聊 想要去填满它的时候 那除了用改变你墙面的颜色 除了挂一些装饰画以外 可以考虑做一面library wall 整个空间我相信在书的印象下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底蕴有气质 第三个我发现的一个共通点呢 就是这些室内设计大师们的房间的灯光 它们基本上都是暖掉的 没错就是你很少会发现这些大神的家里面 是一些冷色调的房子 或者是说彩色的霓虹的那种灯 非常非常的少 至少我自己是没有这么看到过的 我所看到的大神们他们的房子 基本上全部都是那些暖光的黄掉的灯 而且它的光源都不是仅仅只有一处 就比如说你的living room 你的客厅它的光源有好几处 可能是桌上的台灯啊 或者是你的顶吊灯 或者是旁边的从植物下方照出来的射灯等等的 无论这些灯的方向在哪边 它们所有的灯光的色调它都是暖色系的 其实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 晚上进入一个咖啡厅或者说一个书店 或者是装饰品的商店 不管它的这个房子的构造 是一个旧旧的铺子 还是说一个非常新的铺子 只要它的灯光是给你营造出这种暖暖的 暗暖的这样子的环境的话 整个地方的一个氛围感就会一下就上来 灯光是个非常好扬长臂短的东西吧 它可以把你不想要看到的缺点通过这个氛围感 让你的焦点不会再停留在这些陈旧的硬装上 而是整个氛围占了主导 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非常能够参照的几个点 第四个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一个共通点 就是所有人的家里都少不了绿脂这个东西 没错绿脂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decoration 天然的装饰物 比如像秦叶蓉啊龟被枝啊这些比较大型的植物 它们整个植物本身放在那边 它就是一个stement piece 它就是一个非常震得住场子的这么一个装饰 自己之前其实也是非常害怕在家里面放植物的人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误区 觉得说植物它会给你家里带来好多小飞虫啊这种的 事实并没有 这真的就只是一个大家会常有的一个误区而已 一旦养了植物之后 它自然的给你的家里就添加了非常多的绿色 而且是这种纯天然的植物自身所带的非常漂亮的绿色 除了视觉上的感官以外 整个房间因为有了这种生命体的注入之后 对于你生活所在环境的空气啊各方面 其实都是带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如果你的家里还没有绿植的话 赶紧去买一盆试试看吧 可以从小的那些比较好养的新手友好的绿植入手 比如发财书啊或者是那些多肉类的植物 最后一点我在这些大师们的房子里面 发现了一个共通点 就是这些房子都非常有烟火气 所谓的烟火气就是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的痕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博主的家或者是室内设计大神们的家 看上去都非常的干净 但是它又没有那种冰冰冷的感觉 就是你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的确是有人住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不是说为了展示而展示 它的环境整洁而且非常的温暖 就是并不像酒店一样给你有一种距离感 所谓的这些烟火气的打造 可能就是说你平时不用太在意 你的一些个人物品流露在外面 就打个比方来讲 如果你有朋友来的话 你也不用说把家里收拾的一成不然 或者是说你的countertop 你的柜面上什么都没有 适当的保留一些你个人生活痕迹的东西在外面 它其实对你的一个空间来讲 它说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一些摊开的书啊 你偶尔的可以保留一些电器在外面 本翻开的杂志 简简单单的一杯喝到一半的茶 放在外面 这些其实都是你在生活的痕迹 只要在你大环境是干净的情况下 有一些你的私人物品在外面 它其实对于你的室内设计来说 并不是一个减分项 我个人甚至觉得说它是一个更有烟火气的代表 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一起讨论 YouTube的朋友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